因为工作不幸离世的六位女性 个个都让人十分意外 第一位 于运仙 大脚省在内蒙古发生车祸 享年50岁 据说当天是在参加一个活动 连夜坐车回家途中不幸去世 第二位 高以祥 高以祥在参加蓝台的节目时 突然倒地 现场坐了十几分钟心肺复苏 才等来救护车 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后去世年仅35岁 第三位 严怀黎 老板西游记中任劳任怨的沙和尚 再一次拍戏时 剧组在房间喷了滴滴味 嗅觉失灵的严怀里没注意大量吸入 结果查出了肺部纤维化 2009年不幸去世享年73岁 第四位 黄家居 曾经Be On的乐队的灵魂舞唱 当时被日本邀请去开演唱会 结果因为在舞台上没看新声降台 从三米高的舞台彩虹跌落身亡 第五位 刘丹 湘飞也是在工作途中遭遇车祸局势 据说司机击打方向盘将刘丹甩出去 被送往医院的途中 不幸离世年仅27岁 第六位 李国豪 在父亲李小龙的熏陶下成为功夫明星 在拍摄电影乌鸦中不幸离世 据说是当时的道具枪的子弹变成了真子弹 李小龙唯一的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亡 明天何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你觉得哪位明星最令人惋惜呢